那另外在國情報告的部分 因為包括著力倫功黃國昌都認為說 雖然說新法被憲法法庭認為是暫時停止使用 但是依舊法總統還是可以來國情報告 只是不需要依序及時問答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 早在藍白強推立法院職權行事法 15-1-2-3-4的四個條文 民進黨團就多次的拿出憲法的本文 以及現行的職權行事法 來跟國民黨民眾黨來對話 來討論 國家的憲法的授權 總統到立法院就是來進行報告 或是聽取立法委員的建議 所以從憲法本文的精神 到立法院現行的職權行事法的規範 從來都沒有詢答這件事情 更不會是急問急答 也不會是常態化 因為這就是違反了憲政機關的平等相違 違反了憲政的權力分立的原則 更漢格了憲政的責任政治的分際 所以大法官都說得很清楚 如果朱立倫還是要硬幹 他要依著舊法來邀請總統來國情報告 那就只能夠依循舊的法規 也就是沒有急問急答這件事情 但是大法官做出暫時處分 已經形同是對於藍白的版本 是一個非常清楚的示警 那麼他們還要用這樣的思維之下 還要明知故犯 還要真的來安排總統的國情報告嗎 當然依舊法 他們要邀請 那我想這是他們的權利 但是這個時候 大法官已經叫你們停看廳了 你們還要自意妄為嗎